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口身为一个拥有六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城 按理说会像其他城市一样成为热门旅游景区 但不知为何 周口可以工人旅行的地方却是少得可怜 也许这也是他们经济落后的相当一部分的缘由吧 看了这样的周口 难怪它会被称为最无奈的城市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吗 好了 今天祝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